劉邦稱帝史稱西漢,後面還有東漢這個之後會說到的 和其他的朝代一樣 劉邦登基了以後就對手下的功臣進行了封賞 並且選了原來秦朝的故地 現在的西安修建了都城 這個新興的城市就是長安 定督了長安以後 就在劉邦準備好好經營自己的大漢的時候 北方的鄰居匈奴卻出來挑事了 佔領的大漢邊疆幾座城池 匈奴是中原地區的老仇人了 一直以來都是強勁的威脅 劉邦就想我西楚霸王項羽我都打贏了 我還怕你們嗎 所以劉邦就決定親自出征 他率領的大軍來到了邊塞與匈奴對打 本來劉邦就是以武力奪天下的 他的漢軍可不是吹的 很快就收復了邊疆的城池 並追擊跑路了匈奴 如果戰事一直都是這麽順利 就沒有後來的故事了 追擊匈奴的漢軍到達了平城這個地方之後 就被匈奴的一支部隊誘導進了白登山 進入狹窄的山道之後 漢軍的作戰優勢完全沒有辦法發揮出來 人身地不熟的 加上匈奴大多都是騎兵 進山之後一眨眼就跑不見了 這時候匈奴王莫毒就決定將劉邦軍一網打盡 也許是天意吧 就在這凶險的時刻 天上突然大霧瀰漫 攪亂了莫毒的計劃 劉邦軍就趁著大霧突出重圍死裡逃生 之後雙方各自撤兵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危 經歷了白登之危的劉邦意識到自己的軍隊還不夠強大 國家也不夠繁盛 所以這些匈奴才敢時不時的就過來挑戰一下 回家以後的劉邦就制定了一系列休養生息 促進生產力的措施 與匈奴則採用了合進的方式來暫時緩解矛盾 以求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 外在的威脅算是解決了 但是內部的問題卻又來了 漢朝初期劉邦分封了以後 有幾個諸侯不是太服氣就出來造訪 雖然最後都被劉邦鎮壓了 但是通過這些事情 劉邦有了心病 這些沒有多大本事的諸侯都跳出來謀反 那麼曾經幫自己打天下的大功臣韓信 他會不會也有這種心思呢 韓信可和這些小蝦米不一樣 他是軍中的第一大佬 有著絕對的威望 除了劉邦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人也很記得韓信 他就是劉邦的老婆 呂智 因為當時的劉邦已經60歲了 而韓信只有34歲 萬一劉邦哪一天一死 呂智的兒子劉英登基以後 會不會被韓信威脅到呢 呂智可是一個狠人 為了幫兒子掃清障礙 他把韓信騙到了宮中 殺了他 之後劉邦也害怕自己的權力不穩 開始了對其他異性諸侯的打壓 公元前一百九十五年 劉邦在滅料最後一個反叛的異性王之後 一併不起 四月中旬 漢高祖劉邦就在常樂宮逝世 太子也就是後來的漢惠帝 劉盈繼位 劉盈和他老爸可不一樣 身性太過仁厚又很懦弱 而且膽子也非常的小 這樣一個孱弱的皇帝 卻有一個非常強勢的老媽 呂智 在呂智的手上劉英差不多就是一個傀儡 呂智早年其實也是一個白富美 他爸老呂就看中了當時還是配信的中年混混劉邦 把呂智嫁給了劉邦 不得不說老呂的眼光真的是狠毒 不過婚後 劉邦就一心搞他的事業 把呂智和孩子留在了老家 對他們不問不問 亂世裡的呂智艱苦求生 幾年以後好不容易又回到了劉邦的身邊 但是這個時候的劉邦已經是漢往身邊有了美人妻夫人 老公被搶也就算了 妻夫人還想讓劉邦廢掉太子劉盈 立自己的兒子照望如意為太子 雖然最後沒有成功吧 但是這筆帳呂智是記下了的 劉邦死了以後 呂智就把七夫人幽禁了起來 讓他澆花掃地 反正就是幹一些下人幹的粗活 而七夫人呢 也是一個腦殘 不知道他現在已經沒有靠山了嗎 在打掃的時候 他還自己編了一首歌 天天唱 說什麼兒子啊 你知不知道 你媽我苦啊 你是趙王 我卻在這裡幹活 像一個奴隸一樣 什麼什麼什麼的 這下好了 他成功的激怒了呂智 呂智毒殺了趙王如意 把七夫人砍斷手腳 挖掉眼睛割掉舌頭 做成了人質丟進了廁所 看到了老媽這一系列的操作 本來就懦弱的劉鷹 心理負擔就更重了 身體也越來越差 才23歲就病死了 之後 呂智就扶植了劉鷹三歲的兒子 劉公繼位 但是劉公不太聽話 在位四年以後就被呂智殺掉 又扶植了劉鷹的另一個兒子 四歲的劉洪為帝 雖然手裏有了皇帝這張牌 但是朝中的大臣都設劉邦的部下 他們也不聽呂智的話 呂智自己也知道這壹點 光掌握了皇帝還是不夠的 還得在朝中有人 所以從劉鷹死之後 呂智就提拔了很多呂家的親戚 慢慢的朝廷的內外重要的位置上 都換成了呂家的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 劉邦那些舊臣和劉家的後代 願意眼睜睜的看著大權旁落 都不出來反抗壹下的嗎?他們也不是不想 只是呂智實在是太厲害了 壹直都找不到機會 不過人總是要死的嘛 呂智也到了這壹天 呂智死後 他的兩個侄子 呂陸和呂鏟就仗著手握重兵 準備造反 讓江山徹底的信呂 但是他們還是太嫩了 雖然有野心 但是沒有什麽頭腦 根本就不是劉邦老臣們的對手 之後呂氏兄弟壹個個陸續被殺 呂家在呂智死後不到半年 就被滅了全族 搞定了呂家 接下來最大的問題就是立誰為新皇帝 其實這時候不是沒有皇帝 還有壹個之前呂智立的傀儡小皇帝的劉洪呢 為了讓劉洪下臺 這幫老臣造了個謠 說劉洪不是劉盈親生的 就這樣 他們立了新的皇帝 漢孝文帝劉衡 是因為劉衡很優秀 很英武很強大 所以才立他的嗎? 恰恰相反 當時的劉衡就是壹個小透明 劉衡是劉邦與壹個宮裏的織布女工薄姬生的兒子 劉邦和薄姬談不上有什麽感情 就是劉邦有一天看到了薄姬 壹時興起就寵信了他 劉衡出生以後就和他的媽媽壹樣不被重視 但畢竟他也是劉邦的兒子嘛 後來被分封去了代帝做了代王 而這些老臣選中劉衡 就是看中了劉衡的低調不及眼 好控制嘛 劉衡雖然低調 但是他人不傻 在稱帝以後 他自己也知道這些老臣集團非常的強大 自己的皇權不穩 所以為了加強中央集權 他實行了壹些政策 逐步削弱了諸侯王的勢力 並且在治理國家方面 劉衡降低稅收 鼓勵農業生產 後面甚至免出農民的全部填稅 這樣整個國家的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百姓安居惡業 這些作為都為後面開創盛事 打下了堅固的基礎 公元前一百五十七年 劉衡病逝 兒子漢景帝劉衡登基 這個劉衡從小就不是壹個讓人省心的孩子 在他還是太子的時候 有壹次和吳王劉璧的兒子玩棋 雙方發生了爭執 劉璧就拿起棋盤 當場就砸死了劉璧的兒子 這件事情讓劉璧壹壹直憎恨在心 但是劉璧他是太子啊 也不能拿他怎麽辦 在劉璧繼位以後 諸侯的勢力嚴重的威脅到中央集權 劉璧當機立斷就開始要削翻 這時候薪酬加上舊恨 劉璧馬上就舉兵反叛 有七個諸侯王參與了叛亂 使成七國之亂 劉璧這邊就派著著名的將軍周雅夫去平亂 周雅夫簡直就是神將 三個月就平定了七國之亂 鞏固了中央集權 這壹仗也讓劉璧更加的成熟 他明白想要開創盛世 還得沿襲他老爸走過的路 發展農業規範法律 支持各個學派 他在位期間 國家的經濟文化制度都飛速的發展 劉璧在為兒子鋪好了所有的道路之後 也告別了歷史的舞臺 隨後繼承了老爸和爺爺家產的富三代劉徹繼位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漢武帝 好了 今天先說到這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歡迎點擊訂閱 打開小鈴鐺 新的視頻就會在第一時間通知到你 下次我們接著說漢朝 下次見